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中所周知,在道罗大陆中有很多神奇的物魂和魂兽 而越强悍的武魂,能帮助魂师拥有更好的天赋 而越强悍的魂魂,能让魂兽拥有越强悍的势力 而魂兽人之可以修炼 同时因为修炼比魂师困难,因此十万年魂兽,已经能够匹敌封号斗罗了 不过让大家很好奇的是,小五势力这么差,是如何成长到十万年级别的 下面记得大家去看一下 其实主要原因有两个 小仙就是小五本身的原因的 作为柔果魅兔,虽然战斗力比较弱一点 但是小五的逃命技能却是加满的 看小五成为魂师之后获得的技能就知道 在瞬移,有无敌精神,还有虚无 在保护自己的能力上,几乎做到了极致 而环术的时候小五肯定也是比较精通这一方面的 其次就是小五的成长环境 小五前期有母亲的庇护,因此避开了很多危险 后来在母亲被比比东里杀之后 还有天津宁蟒和泰坦职员的保护 因此小五,从来不需要主动战斗 磁力弱一点也没什么关系 而大家这次怎么看呢 你最近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好了,本次的视频大剧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次再见